方先生生前經常跟我說 懂得打麻雀就是等於懂得做 他說別聽人出口術 要知道他做甚麼牌 看他打甚麼就知道了 Tina,開電視吧 不知道今天人心重播誰贏吧 像打麻雀那樣 叫壺沒用,沒安慰獎 吃得出才有用 賣單就知道誰贏 你妹妹是聰明女 有你的節目我很放心 做蠻子吧 蠻子合不合嗎 謝謝 下星期人心選新會長,沙盤推演 劉澤群還是葉神? 大樓先生是現任人心會長 出盡人力物力支持他兒子 細樓先生不能輸 細樓先生他父家公子性格 之前已經搞出不少公關災難 很多總理都對他有怨言 全萬年戴劉先生也不太殘忍 其實戴劉先生怎麼會不知道 自己的兒子是甚麼事 指揭個二世組管理全港最大的慈善基金 萬一出了甚麼事 劉家就是歷史主任,他擔當不了 看回Lisa葉,他是名校出身 又是商界女強人 在外面都說他很硬正 專大易警報 相反,葉神做總理這幾年 搞過幾個項目都有聲有色 形象好很多 說到底人心會長這個位置 就是生蕉牌 找個形象好一點 只不然整個基金的認受性又會高一點 錢又賤籌多一點,連KPI也英俊一點 所以我們要打贏這場選戰 一定要幫細樓先生搞好形象 正確,話說是總理內部投票 你會真的不擔心外面怎麼看嗎? 我們做靚虛人切 一定會影響到郵利票 而且其實一般小市民 未必知道人心選會長有多重要 我們可以利用新聞告訴他們 如果選錯人做會長 那個基金出現問題 香港會有三分之一的社福機構會倒閉 影響可以很大 明知道這麼重要 為什麼不穿我買給你的衣服? 我上網看到一條舊毛巾 打算收人情味 誰知道跟賭命牌三人流合 所以不要穿得到 幸好葉晨接受 不然你知道給自己錢嗎? Caddy 有沒有聽過米蘭芬德拉說的一句話? 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 所以請你下次別思考 我叫你做什麼就做什麼 對不起,Man姐,我知道了 還有現在其實只有兩個候選人 George選了劉澤群 我們無論如何都要捧葉晨 至於誰可以選到會長 根本無所謂 說到底就是看我和George 誰可以做到King Maker 誰可以獲得到 接下來五年的人心贊助 這個才是重點 我多謝葉會長 停 剛才那句一定要出 但是他叫錯了葉會長 錯就錯了 在字幕上寫總理就行了 讓人光聽 覺得葉晨只是會長 潛意物花 來到最後一節的神早新聞 說些輕鬆點的消息 日前舉行的 人心基金慈善高爾夫球賽 已經圓滿結束 籌到破紀錄的五百六十萬 一起看看當日的勝方 多謝各位洗叔伯給面 希望下一屆由我再送公告 你要求債了,刺了它 蓋開求禮那段很悶的語言 人心慈善基金已經有六十… 停 這裡接回那句 接著, 善款全數撥捐 人心醫院醫療經費 慢著 這個鏡頭弄到葉晨, 刺了它 記住, 我們的主角是劉先生 哪個空間多 哪個畫面漂亮 哪個鴨尾, 全部都很重要 難玩富二代浪子回頭 專注慈善公益 老套是老套的 不過無論如何比男人好 什麼女性能, 請告低下階層 George 很晚了, 回家了 不晚了 這種時間我平時都在公司工作 我都很久沒回過家 和家人吃過飯 George, 我真的很喜歡做新聞 我很想做主播 你幫幫我 我幫不了你, 找阿曼 我也可以沒有底線 我也可以走光 這麼多地方不等 在我家裡樓下等我 因為消量很明顯 不過, 你這麼單純的女生 不適合我 還有, 喝醉酒不是這樣的 你醉過沒有? 我不明白 他們有的, 我也有 為什麼我永遠都是輸的 他們要贏? 不明白 佛羅爾德斯維 你知不知道你和阿曼 在用同一副的口水嗎? 全公司都會避開, 但你不避開 那就是說, 沒人提醒你 換句話說 不過, 女人的人緣你沒有 女人的直覺你也沒有 你怎麼救回女人頭? 就是因為這樣? 如果你好像嘉賢那麼聰明 我也會考慮一下葦蘭的臉 可惜你不是 你連狗咬人都想像不到 人咬狗的世界, 不適合你 不過男人嫁了就算了 不急 少了一整天, 口之後歌 对不起,Man姐 会不会是George他们 小刘先生的坏东西多成这样 怎么会是George 他不怕我们搞回他 没理由 我已经汪实杀行家的所有动静 这件事可能不是近期影量 说不定是人一早草落 再不是我们找一件小刘先生更爆料 盖上这件新闻,那就解决了 你醒了吗? 小刘先生也好, 业晨也好 谁赢, 公司一样会称赞助 一定会是赢家 但如果我们玩狐队 两个候选人的名字都照顾了 对我们、对人心都是没好处的 公司一定会输, 你明白吗? 你这样也中计? 徐晓眉小姐, 你不是第一天跟我的 Man姐 飞爺和网头老总那边已经谈好了 影片下续了 放了上网的东西, 哪有回头呢? 被人留下了 你叫他跟紧一点, 就不会像现在这样 我告诉你, 如果业晨退选 搞我总主播主任的位置 你都不方会留下了 和唐晓鱼一起去见公吧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Man姐 我立即帮你搞定吧 我用公司的系统去找 Ivan Ivan 你现在看TVB USA官方频道 不想错过更多精彩片段 就快点subscribe啦